接下来我们要带您看看是演艺圈最近好多人说 怎么有一些人长得越来越像了 像是最近出EP的许维恩 有人说他怎么跟肖亚轩有点像 肖亚轩也常被说跟好姐妹杨景华有姐妹脸 而且最多人是说他们长得跟以前怎么不太像 而整形诊所今天就公布了一份网络调查 指出其实在民众理想中的整形代表 女生是孙芸芸夺冠 男生大家最想整的就是像王力宏那个样子 他们的共同点都是高鼻子肩下巴 医生也不会言说现在整形状脸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台湾就快要变成韩国演艺圈了 微风少奶奶孙芸芸小巧精致的脸蛋 正是众多女人们羡慕的 当然也荣登整形界精致小脸代表 整形诊所调查大家心目中整形范本 孙芸获得38.1%最高票 第二名则是所有人都羡慕被称为整形最佳典范的完美脸蛋Angela Baby 第三名则是出道以后下巴越来越尖的小S 出道17年的王力宏一张娃娃脸永远不老 高鼻子肩下巴调查显示有41.5%的受访者 认为王力宏是整形最佳典范 依序还有单眼皮的右肾 以及眼睛越来越会放电的罗志祥 所有演艺界可能避免撞脸 那对于我们的患者他可能会希望撞脸 艺人不想撞脸但最近却频频被发现撞脸撞一堆 就如孙芸芸拍了沐浴乳广告被换脚 厂商直接找替身安心雅来接棒 修个短腕 安心雅穿上贵服打扮不认真看还差点以为就是孙芸芸 还有这位最近刚发EP的许维恩之前当平面model大家还没发现 结果一发片大家也发现原来跟肖雅萱也有张姐妹脸 而认真一比较温蓝 杨锦华 隋唐 吴佩慈 每个人都有高高的山根尖尖的下巴 你认得出来谁是谁吗 就好像有人讲说韩国人整形出来都是一个样 我们也有可能是这样 风气上是有点像 演艺圈撞脸撞的胸 连整形医生都说台湾跟上韩国整形风 观众任明星可得再张大眼睛了 一电视王家姐刘一贤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